零一八海碩杯國際女子網球公開賽 單打賽事進入十六強 來自北京的中國好手荀芳穎 碰上來自荷蘭的比比安斯Golfs 由於無法有效掌握對方的發球和回擊球 最後以4比6和2比6不敵對手 一個是我覺得發球其實發的沒有 上一輪那樣是比較好 今天感覺狀態不是很好 而且今天對手可能比較不太一樣 其實他的球有些球比較慢 但是我有點就是腳跟不上去的那種感覺 自己失誤有一點多這樣 然後自己沒有 也有機會 但是沒有把握住 把球沒有破掉他的發球局 除了單打表現之外 尋芳穎也在本賽事與謝淑穎打配雙打 儘管最後同樣在十六強落敗 尋芳穎依舊從謝淑穎的身上受益良多 幾年前就認識 幾年前就有搭過 但是這兩年的時候 因為他之前好像有去美國讀書這樣的 中間有一段時間沒有打很多 然後這兩年就一直沒有搭過 然後這次是 得有兩三年了吧 這個之中第一次在搭 但是有一點感覺有一點點生疏的感覺 但是還好其實 因為他打得蠻不錯的 我覺得他的籃網還有就是去瘋網的意識很好 然後他也 他也在打的時候 也一直在鼓勵我這樣的 首次來台的尋芳穎將會把握機會 在寶島多打兩天 享受台灣文化和美食 在個人今年的最後一場國際賽事 寫下好的收尾 我來提議新聞 採訪報導